什么样的才叫两全奇美之策 这件事哪有什么两全奇美之策 那我自私一点 不顾流言蜚语 无论如何也要走下去 随心便好 还是我退一步 远远地看着 各自安好 便足矣 一路走来不曾拥有过 便时常患得患失 害怕失去逼尖而立的资格 如今既然拥有过 更是想从此朝夕作伴 何来勇气远远地看着便好 相互陪伴横渡时间之河的人 烦气的心间波澜 如何能如何看 轻易平息 魏英的鼻子不由发酸 突然上前从后面 歪着那座无论何时 都身子挺拔的冰山 漠然不语 冰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任由着他 许久才温声问他 怎么了 没怎么 就像这样而已 好 随你 难得难得 苏宗主 今日怎么有空到这里来 沃连殿外 传来聂怀僧的声音 随后便是 苏智的声音 哼 聂宗主也在 看来 这里的魅力 果真不小啊 那当然 这里以前 可是座仙山 聂怀僧 在乱葬岗 苏智不可能不知道 聂怀僧自然明白 他话里有话 故意 岔开来说 拦着他们 走出殿外 只见苏智 带着十几个人 确切的说 是带着 六个女子 八个男子 齐刷刷的站在院落中 正与聂怀僧 面对面 说着话 苏智与苏舍不同 苏舍活着的时候 多半是模仿着 孤苏兰氏 衣服着蓝铃金尺 而苏智心气比他高 成为宗主后 利兵默骂 戳利奋法 建成气候 时常拉拢一些小仙家 跟着他挥琴闹事 除了想替大哥报仇以外 也存了壮大家族的野心 莫林 苏氏 苏智 见过仙度 苏智向蓝湛施礼后 立即转向魏英 高声道 见过魏先生 魏英打着哈哈 哎哎不敢当不敢当 不知苏总主 今日来所谓何事 我主要为魏先生 带来了几位女修 我听说这儿清一色的男修 没几个女修 帮着做一些细小的活 怎么成 苏智说着 便示意那几位女子 站到了前面 哦 苏总主 真是有心了 不过 我这里 有列怀僧在主持着 一切都安排的挺妥当的 那怎么能一样呢 还是女子新鲜 难道说 魏先生不喜欢女子 待在这里 苏智故意把一句话 断开来说 魏英不买他的账 郑玉果断拒绝 那帮女修中 为首的白云女子 走出来 朝魏英款款款一礼 小女子苏香月 见过魏先生 说完 便抬起头来 只见她身姿曼妙千玺 举止露了大方 容貌轻力不俗 眉眼间 竟于江燕梨 有几分神赐 魏英本是随意瞥了一眼 起料就这么一眼 便慌了神 直直地看着她 嘴里喃喃自语道 世界 苏江月见魏英 也是心里一惊 传闻中 有人把一陵老祖 形容得奇丑无比 就是把她描绘成 凶神恶煞的模样 谁知却是个 风神俊朗 浊浊齐滑的 翩翩少年狼 再加上 关于她的那些传说 她眼里不觉 闪烁着仰慕的光芒 男战 察觉到魏英的异常 顺着她的目光 晃过去 才明白她 为何如此 心里顿时有一种 说不清楚的滋味 滴滴地 唤了一声 魏英 魏英 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的失态 掩饰道 我这个人 一看到漂亮姑娘 就 话说到一半 感受到身边之人 陡然冷却的眼神 便转了方向 苏总主 不用麻烦了 怎么 魏先生 你是建议先都 苏总主 有人帮忙 魏兄自然是高兴的 聂怀僧打断了苏智的话 走到魏英身旁 侧身小声地 对她说了一句 好歹 她也是个宗主 给她点面子 对你 对她 还有她 都是好的 魏英望着聂怀僧 想起那些流言蜚语 明白了她的意思 留下苏江月 这光线港 有了女秀 或许能掩人耳目 少些 重生之言 再说 就几个女流支配 魏英明老祖 可能怕得不止 属于静而风不止 或许看看你们 这一个个明着奉执 暗地里究竟 玩什么把戏 随后 魏英便同意 留下了那几名女兄 但强调 乱葬梗建成后 便让他们 回到墨陵 虽然明知 苏智别有用心 但魏英 还是忍不住 多看了苏江月两眼 这世上 竟有人 和世界长得 如此相似 这下 有人欢喜 有人忧 苏智高高兴兴地 回去了 蓝湛一言不发 回到了卧帘殿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